三合一万用表 高级版 咱们打开看一下 副件 主机在这里 看一下副件里都有啥 拾波器 探笔 这个收集线 一个小的螺丝刀 信号发声器输出这个线 温度探头 这个万用表表比是单独一个盒子 这个头是可拆线的 这个表比材质非常好 这个表比应该价格不凡 看一下主机 3.5英寸的IPS屏 上面Type-C口 信号发声器和试波器接口 侧面电源开关机键 这三个孔插万用表表比的 后面可旋转的支架 两侧含有强瓷 可以吸附到金属表面 咱们开机 万用表 试波器 信号发声器 咱们先看万用表 先看这个表比插孔 它有三个插孔 普通万用表通常有四个插孔 有两个侧电流的插孔 小电流插孔和大电流插孔 它这个氨 毫氨 微氨 都在这一个插孔上 中间是接黑表笔 就是看不断 除了电流档之外 其他档位 全部红表笔插在上面 看一下档位选择 这下边就是档位选择 需要哪个档就点就行了 比如说电阻点就行了 你需要手动的话 点这个MF点它 这上面看 默认都是自动 然后你需要手动 你就点上面这个档位就行了 一般都自动就可以了 包括电压电流都是同样的 这个是高配版 交流和直流电压 同时测量有这个功能 咱们先测量一下电阻吧 因为我这有基准电阻 咱们可以对比一下 1欧的时间插进去 1.01 10欧的实际是10.003 10.03 100欧 100.02 1K 1K 10K 看这个精度 100K 100.1 看这个实际 它这标称的 100.15 1兆 1兆 现在咱们测一下直流电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它家的我压电源 这也不是基准电源 但是单个精度都是可以的 现在是1伏 3伏 6伏 10伏 你看它反应非常快啊 这玩意表 12伏 14 15 17 19.43 你看19.43 再看一下这个二级管党和风鸣党 它俩是一个档位 反应非常快啊 你看这个屏幕 立马就变成零 看一看 速度非常快 有些玩意表呢 它就反应比较慢 现在选择的是温度档 把温度档头插上去就可以了 现在是23.8度 再拿个电烙铁 这样烫它一下 看这个温度 立马就上来了啊 它这个玩意表整体精度是挺高的啊 你看这个表格 看最后这个精度这一点里边 刚才咱们看了玩意表功能 咱们再看一下设置 设置里边你看 第一语言 第二电源管理 这里边可以设置关机时间 还有按屏时间 启动界面啊 比如说你经常用玩意表 你就选择一启动 就直接就是玩意表这个功能 这点比较人性化啊 然后背光 音量 其他设置 产品信息 再看一下信号发声器功能 它可以输出四种模型 正强波 方波 三角波和锯齿波 这边是输入这个频率的 点这个 下面是这个手动调节 峰峰值和占空比 图片上是信号发声器的一些参处 咱们输出一个方波啊 1K核资 峰峰值三伏 占空比是50% 把试播器的碳比 接到信号发声器这个夹子上 咱们按赞单 切换到试播器界面 可以按下自动 好 自动波形就出来了 下面就是频率 1K核资 3.07V 这加减 就是调节电压的 看哈 现在是1V 减 500号V 看波形 它就是变长了 恢复到1V 调时间 可以按左边和右边 它会调 看哈 按右边 200微秒 波形就变大了 按左边 500 再按左边 1号秒 它就变得更密了 按这个按键 上面就是可以调节一些参数 比如说这个触发的时候 你选择上升眼触发 下降眼触发 模式可以选择单次 自动和普通触发 显示 可以根据需要来调节 然后测量 下面这个黄色 就是你选中的这么多项 你需要显示在下面的 它下面只能显示四项 你需要哪个 你就点它 直接它就会显示在下面 直接按这个MF键 这是快捷菜单 它按支持FFT计算 这是打开了 按上面 这是调节探头 包括这个 显示这个颜色 现在是黄色 这个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 咱们测量一下交流电 选择偶合方式AC 探头选择乘10倍 然后这个探比也要调到10倍衰减 这边 探比已经接上去了 咱们给它通电 这就是试电的波形 封封值639V 50赫兹 有效值227V 这个迷你数字万用表的基本功能呢 也大概介绍完了 它有好几个套餐啊 我这个是高级版的 它功能和配置上略有不同 整体来说 它这个万用表功能呢 精度非常高 你可以看一下 它那后边那个精度啊 比普通万用表要精度高 响应速度也非常快 这信号发生器和视波器功能呢 在我们平时的一些维修中也足够用了 至于它的一些详细套餐和详细参数 你可以进入主页详细看一下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